那當然回頭看會發現說其實Let everything happen 真的就是啊 因為它會發生就是會發生 然後當你跨過這個年紀或是數字的限制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時候做這些事情都可以的 Hi 大家好 我是Janice 妍藝閣 第二季的J格來尬聊終於來了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各式各樣的J格那個吧 沒錯 你們敲完這麼久的第二季 J格來尬聊要來了 WOW SEASON 2 LET'S GO BABY Oh so high 對 這次SEASON 2其實很不一樣 因為SEASON 1呢我們其實主要都是聊很多戀愛的東西 然後SEASON 1是我們有在網路上真聞 然後就是有很多像你講疑難雜症 或者是一些大家需要告白需要一些push的 就是有姊姊跟來賓們一起push你一把 對我是姊姊或阿姨也行 會講到阿姨是因為跟今天的主題有點關係 反正這次SEASON 2的話題會非常的廣 然後會聊很多可能第一季大家沒有想到會聊到 或者是甚至是你們第一季一直敲眼說 希望哥哥可以聊到什麼東西就會在第二季 哇那今天阿姨跟叔叔呢都可以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對講了這麼久當然還要介紹一下我們第二季J格來尬聊第一集的大來賓 Willy Ann Hi Janice Hi大家好我是Willy Ann 歡迎歡迎 interventions yes 其實我以為你叫算是Podcast大前輩 又來了 我來之前就有看你們還有企劃書 OMG studio 那我就看上面說Podcast成的前輩 我想我們不是差不多時間開始一起做Podcast 不是吧 我也是今年阿 今年什麼時候 有點忘記 все1是什麼時候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因為你真的做很多 你說你是每一週都在做 然後很多好朋友都有去上 像之前小忍也有去上 小忍 友婷 佐光平 好多喔 仔細想真的蠻多 我已經快要沒有朋友了 還有我 Janice 快來快來 Let everything happen 而且恭喜你有發行新的專輯 雖然已經發了一陣子大家也很熟悉 Sounds of my life 然後還有演唱會 而且SO OUT還加場 恭喜恭喜恭喜 你自己也要有那個啦 等一下我們照流程來 準備的怎麼樣 目前其實開始準備覺得還不錯啊 蠻hyped up 主要這次演唱會其實也蠻多 因為新專輯發了 所以新專輯的歌會比以前更多 在裡面所以想要帶給大家看到一個更不一樣的威力案 looking forward 就是像前面我們講說我們是叔叔阿姨 跟今天的 因為我的演唱會就在兒立之後 所以就是30歲以後的威力案是什麼樣子 but 有一個part就是帶大家去看最最最最最一開始的威力案 所以就是very fan service 就是鐵粉大家會 一定非常有感觸 然後當然應該也會有些粉絲跟我的經紀人一樣 我的經紀人就會說你都過去我來不及參與 所以這次讓他一起參與一下 很期待很期待 兩場嘛對不對 在那個新的場地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looking forward 而且很謝謝你上次我的音樂會你有特地敢來看 謝謝你邀請我去看啊 我們在台下我剛剛在鏡頭外面也跟Janice說 我們在台下就是有錄音師的朋友啊 就跟他在那邊說怎麼會唱 我剛剛快要罵髒話了 沒聽完一首歌就說生氣 沒錯很開心很開心 今天剛才講到為什麼要講到叔叔阿姨呢 因為今天的topic其實是想要聊30而立這個話題 因為太久沒有錄podcast我還是要看一下小超阿 盡量盡量我也很常看 其實我們兩個蠻多共通點的耶 我們兩個都是比賽出道算是 然後我們兩個參加比賽的時候 好像都是大概20左右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貓奴 但你比我更上一層 因為你有三隻貓 你有幾隻 我只有一隻 我比較奴啦 你比較奴而且你還有MV 你還要幫他們拍MV 還要幫他們寫歌 所以你比較厲害 沒有錯沒有錯沒有錯還有什麼 Sounds of my cats 可是那個MV真的很療癒耶 你只有露臉一小部分 我不是重點啊 我是配角他們才是主角 沒有錯 因為我那天在看影片的時候 怎麼都沒看到你本人 然後偶爾露個小人 而且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真的腦袋裡面就在想說 嗯這個MV一定就是都拍貓 然後我不出現也沒有關係 但大家都知道YouTube就是那個world's largest cat video site 喔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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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之前不是跟很多YouTuber合作 跟豆漿 對我有看你去當他 Oh my god 那個video豆漿真是超可愛的 那個video我有嚇到 好就是很多人是看了那個video之後來看我的music video Oh nice 所以就是It's a whole new world Yeah it is a whole new world 整個包含我們宣傳方式什麼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 這也是很有趣 你有去一些比較印象深刻比較特別的嗎 印象深刻比較特別 如果就是很常看我直播的同學們都會知道我是那個記憶非常爛的 喔真的嗎你是鯨魚 我是就是我今天很常對你們分享 Yeah pretty much 就是我會買銀杏忘記是銀杏的人 真的假的 所以你如果要我回想你就要給我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我在那邊翻我腦海裡的那個slideshow 好不要逼你 還是跟年紀有關叔叔有時候也會忘記 阿姨最近記憶也真的是有點衰退 那我們繼續剛才講到什麼 喔對 而且我們都過了就是30 我是今年剛好30 也過了Dub App 年輕early30s 所以我們其實這集想要聊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彼此也分享一些就是踏入30 可能跟我們想像的是不是有落差 或者是有沒有覺得其實也沒那麼可怕 或者是OMG我什麼之前沒有想到的事情都發生之類的 對就是分享一些心情 因為其實像我今年3月在跑宣傳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欸哥哥你今年要30了 那你覺得你現在心情如何是不是很緊張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一些轉變 其實30歲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個年紀 很多人說30 is the new 20 或40 is the new 30 你可以繼續走 我是覺得好留著待會講這一集真的很值得 好痛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話題就是 當初即將踏入30歲的擔心跟害怕 其實很酷 就是那個網路溫度計有個統計 他是統計網友們對30歲的各種擔心跟害怕的前10名 來吧我們來做這個 我們要一個一個來評嗎 我想要先問你 像你今年剛turn 30 那你有嗎你有教29的時候突然間覺得Oh man I'm turning 30 這種感覺 其實還好欸 你還好 好像蠻多人都還好 我覺得是我28到29的時候 你比較早 Why It's weird 28你剛到29 然後你就會Oh my god我明天要30了 就是你剛好像要接近那個數字 可是你29過著過著就Oh OK 就習慣了 結果你有一整年去習慣這件事情 對我覺得是一開始有有點焦慮想說天啊30歲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因為我一直很常回想到就是我18歲一直覺得25歲我會結婚這件事情 因為我記得我剛就是上大學的時候 就覺得哇那些大四的學長們都覺得他們好成熟 然後都知道自己人真要什麼 就覺得他們是大人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我好像 就除了我知道我這輩子要唱歌之外 我好像人生沒有其他的規劃 I just wanna sing Same same 我也沒有別的規劃 唱歌就這樣 就好像覺得他們的人生都已經我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慢慢慢慢可能有一些同學 就是甚至是一畢業22歲23歲就結婚了 很早就結婚了 我想說Wow like you guys really know what you're doing 然後我想說那我在幹嘛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就會開始有一點點慌 然後就會覺得說好像30歲你應該有一些什麼東西 我覺得就是音樂或是演藝圈很多時候你必須要保持一個 你說大家都內心長不大的小孩 是因為這個行業很多時候你需要很多新的刺激 或是你要create something new 所以心態上面保持young at heart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young at heart的真正意義是在於說我們是open minded 就是我們心態是開放的 就是願意去接受或了解新的東西 而且一直要有個好奇心 對對對就是這是什麼Instagram IG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滑這是什麼 那剛才我們有討論到就是這個Top10的 這什麼來著 Top10就是大家30歲會害怕的東西 你看我的記憶 你真的需要隱性 好我們從第10名 第10名是什麼 煩惱好煩惱 30歲最害怕第10件事 要不要回家鄉陪爸媽 爸媽是在哪 不是在台中 所以我是上大學才來台北 但是台北我也有家人 就我外婆家其實是在台北 所以就覺得就還好不會太foreign 不會覺得說啊離鄉背景 但我可以理解我蠻多朋友 還沒30啦大概也是20 20中間2526左右 還蠻多朋友就是本來在台北想說那就留下來工作 但是後來也慢慢回家鄉或是去別的地方 甚至出國去工作的都有 所以確實可能有些人 你會這樣想嗎 我自己真的感受蠻深 就是覺得說會想要 過30歲我覺得一個很大的轉變是在於說 對於時間覺得很寶貴 就是我想要把時間花在很值得的事情上面 那陪家人或是陪父母就是一個我覺得很值得的事情 尤其是因為我剛好前幾年也碰到就是親人的離世 所以就會覺得說 Well you gotta cherish this moment every moment都是稍縱即逝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一種心情 但當然我的工作我應該很難就是回家鄉去陪父母 你會嗎 因為我家人都在香港 然後我之前我老實說我20幾歲的時候 可能因為我家人從小給我的觀念就是go be free 然後就是去充事業 所以我其實很感恩這個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的壓力也是看家人 如果家裡是有這方面的壓力 那你的心態也會有一些影響 那像我家人就給我比較多freedom 再來就是因為我有個弟弟 所以他其實長期是在我爸媽的身材 像你知道在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爸媽可能電腦不會用他就會打來 因為我小名叫柔 他說柔那個Internet那個臉不上那個YouTube是怎麼什麼 然後我就會開事情 或者說拍影片說你按這個鍵然後再按這個鍵 因為我沒有辦法實際在那邊 因為那個時候我弟弟在新加坡 然後他現在回去了 然後我就發現他最近這種比較3C的問題很少找我 因為我弟就可以把他們解決 所以我覺得他們身旁有個人 我比較也沒有這一方面的負擔 懂懂懂懂 確實蠻可能我不知道你的TA 你的聽眾可能大家小朋友還多 就是過30歲真的會 我發現我會跟朋友開始討論說 我們父母這怎麼辦 前一陣子不是鬼哥的事情 然後我就有朋友來教我說 李安你自己一個人獨居 你有沒有什麼影集 你要跟大家講 然後還說那你要不要買個什麼智慧型手錶 就是那種fall alert就是你摔倒了然後就會打電話那種 然後想說那是不是真的得弄一個 甚至就會開始想說我要把爸媽弄一個 因為像我弟也是在台北工作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兩個人在台中這樣子 所以就會開始討論這些事情 你輸到手錶 因為最近某品牌的手錶就有出這個功能 就是有heart rate的跟血氧 然後我朋友他其實是有蠻新的上一代 可是就是為了這個他買給他爸媽 所以覺得可能年紀大真的會比較care這個東西 It's a good thing 好的No.9 該不該出 該不該 出國 打工或讀眼球說 該不該 30歲才開始想這個 不是20級就要開始想要不要出國念書嗎 或者這些是20幾歲在存錢 然後30歲終於可以出國 而且會想說害怕就是想說30歲 那要不要好好繼續拚事業 還是說要去念書 也是有可能 這真的蠻難的 我記得我前幾年我17年的時候有去英國 就是去算遊學啦也是念音樂 因為很久以前其實當然也有夢想說 Someday I'm gonna go to Berkeley 或是去 Am I 這種 然後久了以後就發現說 Probably not gonna happen 然後因為太忙嘛因為工作 但那個時候就有點義無反顧 就說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是怎麼樣 但確實去了以後發現說蠻值得的 但是你要說真的去念個一兩年這種 我覺得好像也 因為人生的目標好像會慢慢的改變 當我開始覺得說我是以音樂為職業的時候發現 那當然你已經在Industry裡面了 像我去那邊念的時候很多同學就說 Why are you here 因為一開始去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後來我說I'm a singer singer from Taiwan 然後就是給他們看說這是我的Fan page 然後他們說You got so many likes 然後看Instagram 因為會交換Instagram 然後他們就自己去亂搜YouTube 就說Waybird 然後就收到我在哪一個頒獎典禮 好像是KKBOX吧 風雲榜 然後就是在小巨蛋所以很多很多人 然後他們說 你有開過演唱嗎 沒有重點是他們說 This is you? 這是你嗎 我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然後我跟他們講我的年紀他們也嚇到 因為我確實好像17年那一年就是29 and 30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我就說我出道蠻久的那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那你幾歲 我說I'm 30 然後他們都想 因為可能亞洲人嘛 You don't look 30 對他們說你看起來像18歲 對就是很便宜 就很有趣啦 那總而言之講到什麼 念書 對就覺得去過了 我覺得感受一下真的是 但你叫我現在整個放下 然後真的再去念書念一兩年 我會有點猶豫 因為會你一定會有一個比較嗎 想說那我去念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是需要一個Diploma 我是需要一個學位 那我要去學會是要做什麼 然後甚至就進入30歲的理財規劃嘛 那我投入這些錢去念書 那接下來的我的回報會是什麼 對阿 因為你30歲我覺得很多時候 有時候 好我不能講別人 我說如果是我 我20幾歲決定我要出國念書 很有可能的一個原因是 我還不清楚我想要做什麼 有可能我需要再去感受一下 這也是有可能 好的 Number 8 講到剛才你那一題就是如何投資理財 這個您就非常有經驗了 很多人煩惱嗎 我也很煩惱因為我不會投資理財 真的喔 而且你知道最好笑是什麼嗎 我在巴士登念的是經濟 可是很多人很疑惑 因為其實美國的economics它有分 我學的經濟學是理論 而且那理論都是什麼銀行的利息啊 什麼什麼政府怎麼操牌 就是比較整體的大面向的 他說那你不是就會買股票 他說我沒有上過一堂的投資財經 所以我完全沒有概念 連我爸媽也是 他沒誤會說 之後我們投資是不是可以問你 我說我不會 他說那你去上三年學就在學什麼 我說課本上可以唸到的東西 所以我完全這方面沒有任何的經驗 然後我也覺得30好像要學一下了 這就是一個30歲的課題對我來說 我確實是因為我也是29的那一年還是30 那一年就想說好像該規劃一下 因為我們的職業沒有什麼退休金什麼那種 你要自己存嗎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我好像是那種 我如果對什麼東西很有興趣 那一陣子就是整個投入 然後就是去看 所以就買很多書來看啊 那種做研究 所以就是當然我不要在這個podcast上面 bore everybody 就是不要讓大家覺得無聊 就是我之前也有接受一些訪問 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尋維利安投資之類的 當然就給一些建議 甚至是我覺得我甚至覺得我到底是我哪位 那個報導出來之後很多人思緒或是DM或是留言說 可不可以教我們或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我可以給你resources 就是我是從哪裡學的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執照或是幹嘛 我不能給你任何的advice 這是犯法的 雖然是犯法 可是我覺得我有點感受到為什麼大家會想要問你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我們也是完全不懂 然後你也是可能是從零開始 然後他可能會覺得說我想跟你一樣一步一步來 可是如果你突然間來一個非常厲害的理財經理 他可能會覺得有一點距離感 好像很難 沒錯 連維里安都學會了 也不是連維里安 有什麼理由我不會 所以我要跟他一樣 沒錯 我覺得因為我的衡量是說 我們在做的工作風險已經非常大 我們的風險超大 所以就是那你賺到的你的辛苦賺來的錢 你要怎麼去保住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要怎麼讓他增值 是的 第七就是對人生規劃沒有方向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好像確實蠻 我也沒有一個答案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算幸運的 應該就是很早就知道說 OK我要做音樂我要唱歌這件事情 所以我身邊也是有朋友 其實到現在也還是會有一點害怕 我剛剛自己講 自己想接 就是確實我也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什麼建議 因為你可以講很心靈雞湯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追尋我們的夢想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passion或什麼的 但是真的 久了發現也不是適用在每個人身上 我也有朋友是跟我說 就是他覺得那可能 他好像也不知道自己passion是什麼 工作對他來講說 那我可能也就是 工作就是賺錢我求一個溫飽 然後我去做我平常生活的事情 我的興趣之類的 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 因為人生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沒錯真的想講 就是其實我覺得啦 年紀就是一個數字 就很常我們都被自己的數字框住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煩惱 不要被自己局限住 對的 就是勇敢去try 好的然後我們再挑挑看還有一些什麼 有一個是第五 就是體會到變老的危機感 這我們剛剛有講到你說用app不會用 這種之類的 然後我剛剛說前一陣子我都會看說 有些新聞會報導說 現在最流行的流行語是什麼 然後看前十名 大概九個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對我也是 尬店 這個還行 實在好了我已經過很久了 你們有隨便丟一些給我們 沒錯 滅撲 什麼是滅撲 你不知道滅撲 I win everybody 1比0 什麼是滅撲 滅撲就是什麼都可以用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好了 這什麼新的app 我不會用滅撲 什麼之類的 就是可以加在任何的東西後面 你就把它想像成你知道Pokemon Pokemon不是每一隻都會講自己的名字 P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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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想像你就是滅撲 就是什麼東西後面都可以講 滅撲 那種之類的 我覺得我講滅撲會被揍 今天好累喔 滅撲 不會啊 我覺得女生很適合講 我講才會被揍吧 今天好累喔 滅撲 是不是很想揍我 那有人可以帥氣的走 還是可愛路線的 其實最一開始滅撲的來歷 滅撲的來就是它的源頭 它的起源 它的起源是來自於Eric 周星哲 真的真的某一首歌 它某一首歌裡面有一句叫 歌詞是每一步 但是因為它的旋律是這樣 滅撲 所以大家就變成滅撲 那樣子 這首歌很好聽 隨便三個音就 對流行語啦 這個我已經放棄了 我完全放棄 沒有要跟上流行語 我還在那邊哭哭的 好然後 第一個 Number one 就是大家最煩惱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是不是該和另一半結婚生子 那前面是你要先有另一半 對 也是 你會有這方面的壓力嗎 結婚生小孩 我覺得那個peer pressure一定有啊 因為身邊的人都在結婚 或是什麼的 有時候也是家人也會問嘛 對啊 這種的 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最後最後我得到結論說 其實每個人的tempo其實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有些人真的很 你說像你有認識的人什麼 22 23 大學一畢業就結婚了 他們知道自己要什麼嗎 那我也是有認識有人 30幾 40喔 我的 我有朋友40歲才結婚 然後才真的才開始生小孩 所以 You know 就是 最後還是一樣人生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對啊 就是如果被綁住 如果你是在這個時間點為了結婚 而結婚 其實是一個非常致命的錯誤 對我覺得超危險的 所以 當然我也不是什麼婚姻大師 但是相信也有很多 真的會問醫師啊 大家可以去評評去看看那樣子 然後 就是多方的做一些準備跟研究吧 我很同意不要為了結婚結婚 不要為了一個年紀而去結 我覺得女生可能會有另一層的考量 就是生小孩 這也是另外一個考量 就是很怎麼講很矛盾 就是像我 我好了 我覺得生小孩是可能有朝一日我會想要做的事情 but probably not now 可是我這個not now 會不會就是想說天啊我今年34歲 可能我又來到了事業高峰好了 那大家就想說你現在是在你的高峰 然後你要來給我生小孩嗎 那我想說可是我明年就35了怎麼辦 我就會變高零產婦了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有這種 女生好難 當然雖然說科技進步啦 有些人會動亂或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我們兩個總結就是 不要為了結而結 不要為了生而生 反正就是找到適合自己的 pace 然後就let everything happen 其實有點像 let everything happen 沒錯沒錯沒錯 我其實有另外一首歌叫從此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其實那個剛好是跟Jay Sean合唱 然後那首歌其實就在講說 因為社會很常會給你一個幸福快樂該有的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因為這樣去做一些自己之後會不快樂的事情 所以也是透過這首歌跟大家說 找自己屬於自己的幸福快樂不要被綁住 剛才我有講到女生30歲可能會遇到一些比較 那你覺得男生有沒有一些比較 男生最大煩惱一定就是30歲而立嘛 就是要有點像成家立業 成家是剛剛講的 立業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我算很幸運的 我覺得我有一些mild success 就是看你要跟誰去比較 那跟自己比的話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態我覺得可以更好 但是我也心存感激說啊我至少目前有累積到某一個 某一個樣子或是怎麼樣的某一個狀態 那我身邊也確實有些人是會30歲他們叫quarter life crisis 就是想說天啊我30了 那我工作上面有些人會覺得我不上不下 那當然也有些更有企圖心覺得說我可以再更好 然後當然比較失落一點的會覺得說 我覺得我原本想像我30可能可以到哪邊 那種之類的 那當然家人也有時候家人給的壓力最大 就是會覺得說那你30歲了 尤其在音樂圈如果就是已經30了 然後好像還在 好像還在也不能講宰富宰成 就是好像在等一個機會 這種就是Kidding at a head above water那種感覺 那有時候會進入一個說那我要不要是要轉行呢 還是我要繼續撐下去呢 有時候家人也會問說你還要繼續在那邊玩音樂嗎 類似這種的 就是這種故事聽了很多 然後但是也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因為你也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事情 So you never know 所以就是我可以理解那一種 就是男人的煩惱啦 那我問你如果現在你的職業沒有辦法支撐你的生活 你還會繼續做嗎 我覺得我會繼續以興趣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的本業我可能就會去找別的事情做 可能當老師嗎 最常給的答案是這個 因為我爸媽就是老師 然後我發現我的性格裡面也有一種 是遺傳嗎 就是好為人事的一個部分 就是當有人問我說 比如說音樂上面的問題 或是表演相關就是我自己很有passion的東西 我就會非常非常熱烈的一股腦想說 我要跟你分享我所有我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是這樣做我是那樣做 這種之類的 所以也是某一部分為什麼我會想要start a podcast 就是我覺得我有這些事情我想分享 然後再來是我請來的嘉賓很多都是音樂人 其實我想要pick their brains 我想知道你怎麼做 然後我想要偷學那種的 然後想要把那樣子的過程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會覺得說 如果在我很想要做音樂這個 就以音樂為職業的那個年紀小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resource 我就覺得我每一集都會聽 然後就會覺得很幸運那樣子 對我覺得你pick的其實很酷 因為我其實在聽的時候 就像你講我也在學東西 就看很多像左光平好了 他也在分享他可能做企劃 或者他一開始做電視啊 whatever 或者是李友廷 就是每個人的角度可以expand the horizon 我覺得是很寶貴一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事情 是因為有時候請的人是我的朋友 但在錄podcast的過程當中 我好像更了解這個人 我以前從來沒有問過你這些問題 然後我從來不知道你是這樣去想 或者是你怎麼去看待你的craft 錄podcast的時候 有時候是讓這些人更立體 大家透過螢幕看到我們 或是透過唱歌這件事情認識 可能就會想想Janice演藝歌 他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聽了podcast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其實他還有什麼別的面相 podcast很常聊到一些節目上聊不到的東西 很deep的東西 所以就蠻喜歡的 我覺得30歲之後能夠接觸到這件事情 或是很任性的來做這件事情是蠻幸運的 因為我覺得相較於20歲 就是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 就是我20幾歲的時候其實比較 你會覺得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就是我好多可能性 然後什麼都想要試 但是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有很多的機會 但是同一時間又好像能量被打得很散 因為什麼都想試的時候 you want to reach for everything 然後過了30歲之後反而有一種覺得說 好我大概知道什麼我喜歡什麼我不喜歡 我想要做什麼我不想要做什麼 所以有些事情就會很確定的說 我要花我最寶貴的東西就是時間 在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像podcast是其中一個 其實我很早就很想要做的事情 我大概去年還是前年 我去年的時候好像就有跟同事說 欸我想要做這個東西 這東西叫做podcast 然後我同事就是滿臉問號 那是什麼 但是因為去年就在忙說準備新專輯 然後準備那個時候又巡演 然後就是很多很多一些別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就有點耽擱了 直到去年底的時候我同事就跟我說 欸那podcast你要不要開始弄啊 再不弄今年要過完了 好像真的該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回頭看一看就覺得說 喔還好真的蠻感謝自己 感謝我同事就逼我說 欸把這件事情去完成 然後確實回到就是30歲其實 會更確定說我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也大概知道說我的目標在哪裡 然後也大概知道我要怎麼做才會到達 剩下的就是keep your head down 然後grinding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我覺得你剛剛講到很多很棒的點 然後我也非常非常同意 我覺得我20歲可能跟你也很像 就是你知道心中那一把火非常多 你是牡羊啊你的火應該更大 就是立刻走 你是很有行動力的人嗎 就是想到什麼我要做什麼就去做 我說我明天要去做這我明天就去做了 我就是一個很 也是因為很急 然後沒有耐性 所以我說我要我就是現在要 那你覺得像現在你會比較多想一點嗎 我跟你講我整個就是其實很多人第一次碰到我 他們會猜不到我是牡羊 我覺得這或許就是20幾跟30幾的一些不同吧 對就是你對自己更認識 然後你也知道我覺得待人處事也是一個學習的東西 假如說像我小時候是在香港長大 那香港人的速度 everything的速度 講話速度走路速度思維 everything就是 手扶梯也超快 這我印象很深刻 每次都會覺得會 這是遊樂園嗎 然後香港那邊我們溝通都會比較直接 講話也很直接 他的直接是因為他要省時間 他說我沒有時間 然後我就發現我剛來台北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課題 因為我從小也是一個很直接又很衝的人 所以我就是為什麼不行 就這樣嘛 A to B為什麼就不能A to B 為什麼還要A D E F 然後再回到B 就是你知道這個概念 然後我一開始就覺得好浪費時間 然後我就心情很不好 我就覺得說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後來我發現其實是我自己太心急 然後有些事情是他的時機還未到 然後我就想讓他發生 假如說就是我覺得我已經努力了一年了 為什麼還沒有看到成果 可是其實很多人努力了十年 他才看到一點點那個 十年末一間 對我覺得我現在就是學會耐性 我覺得耐性是我的課題 就是我從小很急性子 沒耐性 然後會太直接這些東西 就是我慢慢慢慢學會的 很有趣欸 我覺得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路徑 我以前就是會想很多 就是我是規劃魔人 就是如果我突然間要你說要飛去哪裡 比如說去哪裡玩這種的 去之前我一定會想說那我做一下功課 就這裡有什麼有什麼 我之前是這樣 然後你也是這樣嗎 對我反而是更年輕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變衝動 就義無反顧的去 沒有 我是要說我跟你不一樣 是現在的我比以前更有執行力 現在反而會覺得說我想到好 那我就做 比如說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比如說跟朋友約聚會這種的 以前我是比較就是非常的消極 就是有人約再去沒關係 或者是朋友聊聊每次大家有時候朋友聊說 下次約下次約這種 然後就沒有下次 但是現在我會變成說有人約約嗎 好立刻開始就是主動丟出來說 下禮拜有沒有時間什麼時候 Let's do it do it do it 然後要去哪裡吃飯或什麼的 以前我也不太會給什麼意見 然後現在會變成說 如果沒有人挑出來說什麼 我就說好那要不然這樣 這個或這個 二選一 然後大家趕快選一選 然後就做這件事情 當然有可能那個內在的 推迫我前進的力量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不想要浪費時間 就是要做就趕快去做吧 就把握當下 就是跟朋友或是你關心的你喜歡的人 那就迅速的去做這件事情 不然會留下遺憾會後悔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轉變 我很大的轉變 我覺得這轉變很好 尤其是今年大家一定很有感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確實 所以真的是把握好每一個夢 沒錯 而且十幾二十歲的時候就想說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就是有時間 就是有大把的時間 你知道我最常聽到我身旁的人說 我好後悔那個什麼大學的時候沒有去環島 我現在都沒時間 現在要請個四天的假都請不到 或者是現在朋友生小孩都約不到他出來 我覺得就是大家年輕的時候一定要趕快把握好 確實啦如果你現在才十幾二十 但我覺得就算是三十 我覺得當你很看重這個relationship 我們不要這段關係不能說朋友好 親情也好愛情也好 你一定要make time 你要把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去做 跟工作一樣重要喔 因為這個是三十歲之後 尤其這幾年我非常非常 就是一直在提醒自己說 要有work life的balance 就是當尤其是前兩年 我剛開始開公司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生命幾乎被工作給佔據 那其實是不健康的 那某一些時刻你就會突然間清醒 然後回頭想說我到底在幹嘛 就是我們這麼努力工作 在做什麼賺錢嗎 然後賺錢是為了什麼 應該是為了享受自己的人生嗎 那人生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我今天才看到一句 我今天看一本書 然後他裡面講一句我覺得超棒 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這個是誰講的 反正他也是一個quote 他說人生其實就是 就是b to d中間是c b就是born d就是death 然後中間的c是什麼呢 就是choice 就是你的選擇是什麼 就是你仔細去想的話 人生其實就這樣 就是生老病死 就這樣 那所以重要的是中間 你怎麼去做選擇 你要選擇跟誰相處 你選擇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棒喔 那我有沒有想要跟一些即將邁入30的朋友們 說一些什麼 不用害怕啦 就這樣了 害怕也沒用 因為那天會來 就這樣 但是確實也 其實現在自己回頭看 我29的時候其實很焦慮 我跟你不一樣 你是28到29 我是29那一年很焦慮 就覺得說 現在想很蠢就覺得說 那時候跟自己說 I only got one year left 就只剩一年 就是怎樣 過30立刻就天風地裂 或是sayonara 也沒有啊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只是覺得說 好像 應該覺得 就是20幾好像還可以是小孩子 然後到30好像就是 Well enough play 就不要再玩了 你就是一個大人了 你要負起一些責任 那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好像20幾歲還有好多事情想要做 我好像沒有完成 或是我有些目標我沒有達到 你說工作上面 生活上面這些都沒有 然後就覺得說 我到底在幹嘛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 覺得會想要做一點什麼的感覺 但現在回頭看會覺得說 其實當下其實也知道說 那就是一個數字 但是你不由自主的被影響 然後當然 我們的工作也是會一直被問說 你要30啦 有沒有什麼什麼什麼規劃那種 然後就加深這個焦慮 那當然回頭看會發現說 其實 Let everything happen 真的就是啊 因為它會發生就是會發生 然後 當你跨過這個年紀或是數字的限制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什麼時候做這些事情都可以的 對啊 然後 我覺得是過了30歲之後 才 我不是先變成大人 然後才30歲 而是過了30歲之後 經歷很多的事情 才真的成長 覺得說 某一天回頭發現說 我好像懂了 就是 30而立是什麼意思 30歲過了以後 才而立 就是老天爺 每個人都會 就是 Let everything happen to you 然後 讓你成長 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宿命還是什麼 就是註定嗎 或是怎麼樣 它就是要讓你經歷這些不一樣的關卡 或是事情 在經歷的當下很痛苦 然後回頭看才知道說 好啦我好像懂了 就是生命要我成長 它都是很棒的養分 就是有一些battle scars啊 一些就是抽高會有的一些傷疤 那些都是讓你成長的 然後留下來的一些紀錄 我好喜歡你的比喻喔 就像抽高的那個 好有畫面喔 對啊 30歲是很難再抽高了 So sad Anyway Anyways 其實你剛剛最後有講到一個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次專輯的名稱 也是同名的主題 就是Let everything happen 我超喜歡這個 你這句讓我想到我媽媽最常講的一句名言 她常常講一句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這句算是我這幾年的model 就是我的座右銘 就是說好吧不管什麼好的事情壞的事情發生 都有它的原因 你可能現在不知道 但是未來可能你就會了解 也像Steve Jobs講 你回頭看connect the dots 你做一些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大家想說我到底在幹嘛 就是做這些事幹嘛 當某一天突然這點通通連起來 他就會畫出你這個人現在的樣貌 你就會變得更立體 所以就是生命會用很有趣的方式 就是在你的身上展開 其實今天最終我個人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Let everything happen 不要去抗拒他 不要去抵抗他 也不要害怕 就是抵抗是沒有用的 會發生就是會發生 你就是會30歲 你也會40歲 你也會老 所以你就是去接手他 然後Enjoy every moment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真的太重要 這是我真的是長大之後才慢慢慢慢 appreciate的東西 今天真的很謝謝威力安陪我們大聊特聊 謝謝Janice 然後再次恭喜你要開演唱會了 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那個兒力之後 在這個北流的演唱會已經賣完了 謝謝大家 就是希望到首大現場可以看到大家 也很恭喜Janice發了新專輯 Let everything happen 那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接下來六小巡演 謝謝你 這到底是我主持還是什麼呢 這個版本一直在我的前面 然後我一直忘記他就要這樣結束了 Motro 這個小巡演叫做什麼 這個看得到嗎 好的我放高一點 那國高 這麼高 這樣會太高嗎 OK好的 就是我的U&I好事花生小巡演 好事發生 對我們這次北中南都會有 第一場台北是在11月21號在後台Backstage Cafe 11月28號台中場在回響音樂藝文展演空間 12月12號在高雄的海流館Sparrow 這次都是比較close一點的小心一點的 這兩個我沒去過 我也還沒去過 我也很期待那面當 Backstage很不錯 Backstage非常的溫馨 Yeah I really like it 很期待很期待 唱很多很多新歌給大家 Let everything happen Let everything happen Let the music play 專業主持人 是要收票的嗎還是說買專輯還是 你真的是非常的會cue Oh my goodness 其實那票在KKTix11月24的中午12點已經開賣了 開賣了 10月24號OK 現在是10月 在10月24號的中午12點在KKTix已經開賣了 大家趕快來搶票 趕快趕快 趕快在現場聽完她唱一首歌 然後在心裡罵髒話 怎麼那麼會唱 希望大家多支持 然後再次謝謝維里安 下次見去的Podcast 來我的Podcast 我們下集再見囉 Bye